好,同学认识了公母之后 我们乘胜追击再认识一个单位 像这个题目说 2公顷50公母是多少平方公尺呢?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叫做公顷 它其实只是另一个用来表示面积的大单位而已 那它和公母与平方公尺的关系 待会儿会跟各位说明 先回忆一件事情 确认你还记得 1公母等于100平方公尺 对不对? 所以相较于平方公尺来说 公母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 而它是小的单位 可以吗? 接着我们把定义直接告诉各位 1公顷就相当于100公母 这里我们用颜色帮各位区分 蓝色是平方公尺 黄色是公母 绿色是公顷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关系式当中 相较于公母来说 公顷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 对不对? 因为1公顷可以换算成100公母 所以公母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单位 那我们就可以整理出这样的关系 1公顷是不是会大于1公母 又会大于1平方公尺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三个单位一起来比较的话 公顷会最大 平方公尺会最小 那公母呢? 如果把它拿来和公顷比 它会是比较小的 但拿来和平方公尺比 它又是比较大的 它是在中间的单位 可以吗? 那这题要把公顷和公母换成平方公尺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先把公顷换成公母 从这里换到这里 再把公母换成平方公尺 再从这里换到这里 所以会经过两次的换算 但这两次的换算 是不是都是从比较大的单位 变到比较小的单位 对不对? 比较大的单位变到比较小的单位 因此我们都可以用乘法来算 再帮各位回忆一下 比较大的单位换成比较小的单位 用的是乘法哦 好,那我们就可以怎么算呢? 先把公顷换成公母 两公顷就是2乘100 等于200公母 再加上这里的50 也就是250公母 还记得吗? 我们把这个关系式再写在一旁 一公顷 等于100公母 好,那一公母 又会等于100平方公尺 好,所以这边的2乘100加50 是这样来的哦 好,那接下来250公母 又会变成多少平方公尺呢? 是不是拿250乘以100 因为一公母是100平方公尺嘛 那算出来答案就会是 25000平方公尺 因此啊,这个题目的 两公顷50公母 就可以换算成 25000平方公尺 OK,这是公顷、公母和平方公尺之间的换算哦 好,那一公顷50公尺之间的换算哦 好,那一公顷50公尺之间的换算哦